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一英镑触及两周高位 英国首相保守党廖将赢得多数席位 二金价自7个月高位回落 科米书面证词 未涉及特朗普通额 在美元对日元下破110后 解锁跌势 后市喋喋不休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英镑方面的消息 英镑对美元周三升至两周高位 因投资者愈发认为 英国首相特里沙美所属保守党 将在周四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 英镑触及1.2970 突破了欧洲早盘多数时间 过渡在0.5美分的交投区间 尾盘上涨0.4%至1.2960 在特里沙美要求提前大选以来 英镑涨幅达到4% 英民调显示保守党将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这将令特里沙美在偷谈判中更加强势 偷谈判将从本月稍晚开始 投资人普遍认为 英国保守党更有利于商业 周三金价自7个月高位回落 市场的避险情绪有所缓和 投资者在超级星期四前调整头寸 此前前美国FBI局长科米向美国参议院提交的证词讲稿曝光 内容并未显示特朗普通俄 市场情绪略有缓和 不过整体来看市场避险情绪依然浓重 周四欧洲央行将宣布货币政策 英国将召开大选 美国前FBI局长科米将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 投资者还在等待下周美联储决议 除此之外 市场还有众多不确定性因素 如朝鲜导弹试射令 英国大选 欧洲银行是否会采取激进措施等 其他贵金属方面 现货薄金下跌1.2% 报944.90美元 现货8金跌2.3% 至833.90美元 此前触及2014年9月以来最高的859.80美元 现货银 跌0.5%至美昂斯17.57美元 三菱中京日联外汇策略研究团队认为 会释方面来看 大部分基石货币已经完全反转了 2016年11月特朗普胜选以来的走势 但美元对日元是个例外 仍远高于特朗普胜选前的水平 尽管并不认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将完全反转此前的涨势 但近期美元对日元仍异于下行 因周二跌破110关键支撑位 基于整体看跌美元考虑 美元对日元了逐步走软 以体现美元的疲态 不过起初 日元加权贸易指数的涨势将更有限 尽管美国和欧洲政局风险均显示 日元将毫无疑问的上涨 北京时间15点51分 美元对日元报109.72 74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